凯蒂终于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爱情 就在这个时候 凯蒂发现自己怀孕了 算时间已经两个月了 她根本分不清孩子 到底是沃特的还是查理的 好在沃特并没有介意这件事 就在一切都在往好处发展的时候 城外又来了一群新的难民 为了保护城里好不容易才取得的抗疫成绩 他们在城外山下为他们建立了难民营 在这一次的救助难民的过程中 沃特不幸感染了霍乱 等凯蒂赶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晚了 沃特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留在了煤坛府 凯蒂则带着沃特的爱情和孩子返回了伦敦 多年以后的伦敦街头 牵着孩子的凯蒂遇到了回国的查理 孩子问妈妈那个男人是谁 面对这个很可能是孩子亲生父亲的旧情人 凯蒂告诉孩子 他谁也不是 这部电影让人想起一句中国的古诗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凯蒂不惜顶着父母的催婚压力 和年龄的不断增长 也要找到自己理想的爱情 却最终在现实的压迫下不得不低头 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 沃特何止不是她的首选 甚至从来就不是她的选择 婚后的凯蒂依然没有放弃 寻找自己眼中的浪漫爱情 寻寻觅觅后 很快就掉进了查理的温柔香 她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爱情 殊不知查理只把她当作婚外的消遣 心灰意懒的凯蒂跟随沃特来到煤坛府 那时候她已经对爱情绝望了 甚至拒绝了沃特给她打疫苗 在无爱的余生面前 霍乱都显得不那么可怕了 可就是这个充满了死亡和疾病的地方 彻底改变了凯蒂 也改变了凯蒂对爱情的看法 褪去古板的面纱 沃特的细水长流和默默守候 原来比查理的激情浪漫更适合爱情 褪去骄纵与幻想的面纱 凯蒂的勇敢和坚持 才真正找到落地的地方 尽管在故事的最后 沃特离开了人世 但她的爱情将在凯蒂的心上长存